然後享受了有車 很棒的日子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回瑞了一陣子之後 後來發現說那我現在 一定要把身上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全部都清空 能先還多少是多少 放在手上也安心 車子賣掉 賣掉之後呢 我就去買了一台機車 也因為這樣我才終於比較出 車子跟機車的差別 也因為這樣才有辦法比較出 一個是鐵包人一個是人包鐵好嗎 這我們很常常知道的安全性是這樣 因為我大學只有大一大二短暫騎過機車 後來大二下就開車了 來 我發現我在當上班族騎機車 一個月的油費大概只要1500塊左右 而且幾乎不會有罰單 不是說騎機車就不會超速 而是那個時候的測速照相機 不太拍得到機車 但現在拍得到喔 現在拍得到喔 1500 而且它也不太需要保養 換個齒輪油而已 加個四行程的機油 那曾大哥就很熟 再來 行解決了 吃 我那時候住家裡 所以沒有住的問題 但我住家裡 但是因為爸爸媽媽 有一些工作的問題都不在家 其實家裡其實只有我一個人 這也MOTEL的錢也省了 住不用錢嘛 但是要吃吧 好你沒聽懂我剛剛講 好 你還講都沒聽懂 我那個時候都是去菜市場 傳統市場 不是去大賣場 也不是去超商 傳統市場 賣 我大概一個禮拜的菜色是這樣配的 就是 三條魚 兩把大蔬菜 兩把 三條魚兩把大蔬菜 一盒蛋 一大片豬肉 一大片豬肉 然後再來 一大坨的甘子菜 一大坨的甘子菜就是那種 雞菜 煮湯裡頭 會膨脹 膨脹的那個 然後再來幾把蔥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買 一個禮拜裡頭 有魚可以吃 就是我想講 大魚大肉我都有了 有魚可以吃 營養夠了 然後五花肉超方便 你只要煮溫水煮開 然後抹鹽加抹米酒 我奶奶教我的 超好吃的 然後魚就乾煎 然後青菜是為了纖維紙 排便順利 然後我還可以買 一個禮拜還可以買 大概七顆蘋果左右 各位知道這樣子 伙食費多少錢嗎 還有一盒蛋 還有蔥 那是要蔥花蛋湯 五百塊就夠了 一個禮拜喔 一個禮拜五百塊 這是只有晚餐啊 沒有 這些餐喔 其實你在吃菜的時候 可以少吃一點 但你飯多吃一點 飯五金米大概一個月 五金米我那時候都有計算 五金米大概一個月 好 五金米一個月 五金米大概多少錢 一百七八十塊到三百塊不等 你去看喔 我一個禮拜火食費是五百 四個禮拜是兩千加上米 再加上好啊 財米油鹽了 火食費大概三千 搞定 觀眾朋友我跟你說 真的做得到 我還吃個七顆蘋果 所以你一天才一百嘛 我昨天還跟製作人講說 我吃得還不錯喔 營養有兼固 好啦 三千加一千五是四千五嘛 對不對 再來還有一個通訊費 對 我的工作比較特別記者 公司補助 補助一千 額度一千 我那時候蠻賤的 一千之內 我打給別人 快到一千的時候 鄭大哥你打給我好不好 對 但還是有通訊費 叫網路費 對 那時候網路費比較貴 大概要一千零六十 我記得 對 好啦 加起來是五千多 現在年輕人 還沒上班沒錢 你看他的電影多少 是喔 真的 真的 我有時候派對去 那個社會員會看到 哇 怎麼一交都是好幾萬的 那我就 這時候五千多了對不對 來 衣服 你要製裝嗎 不用 因為我之前不是毀綠過了嗎 已經買了很多衣服 那這些衣服都很貴 那我要怎麼樣 穿起來又不會糟蹋它 我那時候白襯衫 一個禮拜洗一次 很髒對不對 不會啊 一到五 五天我們都跑冷氣房 六日不穿啊 其實是五天洗一次的意思 洗一次多少 連鎖著四十塊 西裝一套 九十九 西裝一套 一個月洗一次 襯衫 一個禮拜洗一次 所以呢 洗衣服的費用 每天大家都看我都說 你的衣服都還滿挺的 結果一個月只花兩百六 做得到 總共這樣加起來不到六千 沒錯 那我不是有八千嗎 最後講一句 剩下兩千 我還補貼我爸媽房租 那個時候是這樣過 哇 這樣可以過四年喔 你只有過過你才會講得這麼 真的 那四年一定很多朋友被你打擾 有 抽個菸啊 喝個酒啊 吃飯啊 我有個高中同學 每隔一陣子我錢不夠用 他會固定借我五萬 有一個高中五萬 這個是好朋友耶 對 好朋友 五萬不用管 我算15%利息給他 他在你最落魄的時候 沒有離你而去 這都是好朋友 15%的利息 但我有算15%利息給他 多久了 年利率15% 就後來有錢的時候 四年後才還他 沒有 就不要說 跟他借五萬啦 跟他說借一年會還的話 那一年之後我就會還他 五萬七千元 五萬七千元 對 我再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88公斤的女孩子 有去住到這個保全的家 那因為他們有一點類似婆媳問題 所以這個男生憤兒也搬出來 帶著這個女朋友 這個父母親其實是反對他們交往 對不對 對 其實我現在看事情 我都會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父母親啊嫌人家體重 可是他你有沒有想一想 他可能帶給你 你兒子滿幸福的快樂的生活 我覺得應該 而且那個時候自己的兒子 每天都是在家裡打電動 剛退圍 他的邏輯應該有言下之意吧 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很拒絕人家 可是為什麼你兒子那麼喜歡 你不想你兒子那麼喜歡 這件事情 你兒子開心就好啦 對啊 他也帶給你兒子幸福快樂 不是這樣子嗎 他也給你一個伴 而且有哪一個女孩子那樣死心塌地 被你兒子老是一直威脅 而且全部買的房子全部錢都給你 然後房子的名字是你兒子的 誰有那麼呆 要不然你兒子能夠去交到 一個更好的女朋友嗎 不是老師 我現在講真的 對不對 他的故事的邏輯就是 因為他有這麼胖的女朋友 所以才可能後來搬出去住 搬出去之後才覺悟原來 他的以前匪內的日子是不對的 所以他開始決定要先把這個錢 繳了一年的房租 然後接著還債 其實裡面最經免 我當然父母親的角度 當然父母親 我現在也是父母親 如果真的我兒子一天到了 沒事幹又帶了一個 不要說八十八 帶一個什麼正常的女生進來 沒有正常就帶一個 一般的女生 然後每天還在家裡混 可能我自己做父母親會難過吧 真的我說你趕快出去 但是我要回應兩個故事 第一件事情 這個內容裡面 其實完全符合邏輯 為什麼符合邏輯 第一件事情 你要讓一個年輕人 剛剛我們中夥會講 你要讓一個年輕人 最有效的方式 就讓他買新車 而且越歸越好 那不是只有利息錢而已 還包括油錢 車子的停車費 保險費 然後不小心再給錢 然後再一張罰單 真的一個月薪水沒有了 這是真的 然後經過了四年 貸款也繳完了 然後逐月 這四年空白 可是問題來了 以男生來說 退伍之後24歲 四年就28歲了 最光輝的歲月 我們知道在財經裡面 時間越長 那個價值越高 所以越年輕的錢 跟後來的錢是 比較像我現在賺錢是小錢 但我兒子賺的錢 在未來的情況下可能變大 所以這個邏輯上面 告訴你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買車 所以他說他就有一部小貨車 而且用到最後結束 我講一個概念 我覺得那個 怎麼講的就是說 有人覺得車重要還是房重要 房其實是一個固定財對不對 但是車不是 車是個耗損財 所以我覺得買車 就是說有時候是一個 咬牙 就很下心來買下去 知道自己能力有點不夠 但你就是會很努力 差一點點 那你當然絕對不會讓他被拍賣 或什麼這種事情 譬如說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先去 後來去英國去了一年多 花了好幾百萬掉 英國這物價真的很高 一年多你們花幾百萬 對 真的 滿北類的 我們租到哪裡去 滿北類的 租到那個 等於說那是他們度假 南部度假生地 都是退休的有錢人住在那邊 我們去租一個house 整個house這樣子 租一整年喔 所以你說要花多少錢 那中間還回來 回來 回來看看牙齒啊 看個冰啊 所以回來的時候 是等於說沒什麼錢了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知道你租房子呢 還是要買房子 結果你知道我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知道那時候你如果一年幾百萬 現在台北買個房子 已經買一戶了 因為那時候我要零走錢 我在那個 離開台灣的時候 不是零走錢 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帶我去看房子 就在仁愛路那個圓環地帶 那個遠東百貨的後面 的一個七層樓蓋的 才270萬 40幾瓶 50瓶才270幾萬 現在 對100萬 在那個地方100萬 在那個圓環附近 四五千萬 四五千萬跑不掉 結果我那時候想說 去英國沒重要 那個房子就不管他了 其實那時候還是有一點點錢 絕對有餘錢了 對不對 後來就跑去了 跑去回來耗掉那些錢 對 可是回來有朋友跟我講說 你如果租房子 你現在又有小孩一點 然後你第二個小孩 又要快樂一點 你就要搬來搬去 人家怎樣吃 可是我就說 我就不夠錢了 他說你想想辦法 現在可以帶到多少錢 結果我就算算自己的錢 我就跟一個 一個朋友 我們就跟一個朋友 借了150萬 然後年頭我們的錢投進去 我還房貸250萬 250萬 所以透透你的房子是 400萬 400多萬 就是150幾萬 200多萬 對 400多萬 然後什麼裝潢都沒有 就趕快住進去了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很緊張 因為又有房貸還有借款 每個月要扣 還有那個房貸要每個月要扣 又要生了 然後又要生了 又有兩個孩子 所以那時候真的有點不穩定 所以我那時候就怎樣 就咬牙 就是把生活壓到最低 就像那樣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就是 就譬如說乳酪可以一鍋 可以幾天 我餐還這樣吃 真的還蠻省的 而且很緊張 你落差很大耶 一下子住英國的House 真的 現在回來以台灣咬牙 結果你不知道會買那個房子 你知道我買的房子 其實那時候就400多 那是六年的房子 也算新啦 對不對 七成樓的 買下來之後 那個我兩年半 把所有貸款 借款全部還錢 那時候真的很 真的就是說 很拼 第一個就很拼 第二個你一定不要想說 我 我有一天一定會發大財 絕對不是發大財 你要非常勤儉的 要非常節省計畫的 大富有貼啦 小富有貼 小富有貼跟勤 年輕的時候也不能太飄騙 不能太飄騙 真的 但是太辛苦 老實講也是不太可能 老實講我們那時候在上班的時候 不然你走頭無路 你當然要辛苦啊 對 走頭無路當然不會讓你飄騙 可是我在講一個故事 等一下 先休息 先觀看 好 來 廖老師 你知道怎樣 當時我就這樣算有房子了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 我還不想買車 我覺得我不想每個人 過那麼苦那麼久 那好幾年 我想過一天再買房子 結果有個朋友你知道 他換面子的車 我知道他 在賣面子 不是 他換了一部一個賓式車 然後有一部國產車 我忘了他什麼車 然後他有改裝過 他說 我的好朋友算你25萬 我在想說你還跟我借錢 你這車還要不要賣25萬 我就說我現在不要車 我就想我要買新車 我才不要買那舊車對不對 可是我在想說 你憑什麼可以開便子 你還欠我錢 對 新車 新便子是不是 對 新便子 全新的 我不想買多少 那時候我就有點生氣 你為什麼不問他說 你欠我錢 為什麼你去買便室 我這個人就是 就是講不出這種話 我這個人就是講不出這種話 但我覺得我雖然這樣步步為營 日子過得不是很好 還是很安穩 他買的賓式車 是為了要做面子 要去做生意很深 因為這個講這個故事 讓我想起來 以前我去一家銀行 因為我的生意是跟銀行有關 然後我進那家銀行 說外面一台賓式500 一台賓式350 然後我就繼續跟銀行說 你看經理先生 你們家的客戶都是頂級的 然後經理怎麼回答 他說那兩部車 這還不是我們銀行借出去的 他要擺面子 所以我跟你講 他的邏輯是對 第一件是年輕人不能買車 第二件是你要用買房 來代替存錢 他是按這個邏輯的 然後你的房子記得 你租金多少錢 就以租金的這個概念 你去買什麼樣的房子 然後接下來你就要開始存房 讓你不要再繼續花錢 因為他自己有想到 他自己非常緋淚 所以他就不斷的買房子 然後買房子之後 這個有甜頭 講到那個辛酸史 我要來講一下我自己的辛酸史 什麼樣的書 剛才中伯是說 不要輸 說中伯 絕對不輸中伯 不可以輸88公斤以下 3000塊 約約紅石費3000 中伯剛才的事情是 去買這些東西 我那時候是拚黃昏夜市 黃昏市場 你知道黃昏市場快收的時候 那水果是一大堆的 隨便賣 那個菜一堆 那當然都不能看 一堆 我每次就等那個快黃昏 因為黃昏市場大概在7點鐘結束 我們大概6點40分 我跟我他又騎一個二手的摩托車 你為什麼要這麼窮 我要說明原因逗一下 然後去撿那個菜味 那個買完一大堆菜 那個一兩個禮拜都不用吃 再吃飯